大家好,欢迎回到日本近现代文学阅读。 在上一小节,我们了解了另一个支撑近代的重要思想,市民社会思想。 由此我们就知道,所谓活生生的人是作为个体的人, 而近代文学要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全新的对象。 新的描写对象需要有新的描写方法, 而达成这种新的描写方法的重要条件就是言文一致。 那在翻看日本近现代文学史时, 我们经常会看到言文一致这个词。 同时,也经常能够看到与言文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作家。 比如,叶卫曲先生在日本文学史中, 讲到二叶亭四谜的浮云具有哪些历史功绩时, 就提到这部小说,实践言文一致,创造了新的文体。 那二叶亭四谜也是第一次将文言, 也就是书面语言和白话, 也就是口头语言一致起来, 创造了以近代口语为基础的言文一致体, 为表现新思想, 创作新文学, 提供了有利条件的作家。 那除了二叶亭四谜, 叶卫曲先生也提到, 燕友社的三田美妙也在五藏野中尝试用过言文一致体, 但它呢, 没能实现近代文体的根本性改革。 三田美妙, 二叶亭四谜等作家, 在进行创作时, 的确进行了言文一致的实验。 但日本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 和三田美妙以及二叶亭四谜等文学家, 所进行的言文一致实验, 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那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文学内部的言文一致实验, 恰好与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轨迹相一致。 但同时, 这种文学内部的言文一致实验, 却不能涵盖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全部。 究竟什么是言文一致? 这个词也许是最容易引发误解的词汇之一。 从字面上看, 言文一致应该是指言, 也就是口语, 和文, 也就是书面语, 这二者一致, 二者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异性。 但实际上, 言和文是不可能真正完完全全一致的。 文具有规范性、 记录性的特点, 而言呢, 总是伴随时代的发展, 不断产生新的变化。 因此, 言和文之间的距离, 可以说是宿命性的。 那么所谓的言文一致, 究竟是什么呢? 日本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 可以说一直是中日两国, 日本近代文学研究界非常关注的课题。 日本方面对言文一致的研究, 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研究, 主要是在文学的内部, 也就是大家主要探讨, 近代文学的文体是如何形成的。 而第二个阶段的研究呢, 事实上是以国语为研究对象而展开的。 它打破了先前在文学内部进行研究的框架, 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日本这一近代国家的标准语, 也就是所谓的国语建立的复杂的过程。 以上两个研究阶段说明, 言文一致运动, 其实要从文学内和文学外两个层次去把握。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从文学外看一看作为运动的言文一致究竟是怎样的。 总体来讲, 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首先是起源阶段, 日本言文一致思想的最初起源, 是为了解决学习语言的经济性问题。 钱导密在1866年向幕府将军德川庆喜, 上奏了汉字废纸之意。 在这份文书中, 钱导密认为要与西方列强比肩, 应该废除不具实用性的汉字, 采用像西方那种音符文字进行教育。 此外, 为了能更有效率地进行文字学习和写文章, 应该使说话和书写之间的形态相一致。 钱导密所提到的说话与书写 相一致的语言, 是指当时武士阶层的礼貌语侯文。 所谓侯文, 是把现代日语中的 ですます, 用souro来表示的一种文体。 比如, moshiage soro就是moshiage masu的意思。 它与当时公用文书的文体, 在实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但是这种语言仅仅存在于武士阶层中, 因此即便是言文一致, 那也只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得以实现。 那一般民众自然是被排除在外。 民治维新后, 日本的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言文一致运动呢, 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这一时期, 由于明治政府的高官、官僚, 以及协助他们的启蒙知识分子, 在年轻时所接受的是汉学教育, 因此他们在夺取政权后, 用汉文的改写体来书写政府主张和方针。 而这样的文章不仅是一般民众, 就算是非常习惯侯文的人, 也难以理解。 因此当时的官僚和启蒙知识分子, 痛感应该重视文字学习的经济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对以汉学为中心的教育体制 进行批判的基础上, 开始对西方表音文字给予关注。 之所以关注西方表音文字, 是因为表音文字在学习过程中 无需像学习汉字那样花费大量时间。 于是当时假明论、罗马字论开始盛行。 例如,清水某三郎就在明六杂志上 发表过凭假明之说, 并在翻译化学专注时 以假明文体进行实践。 此外,福泽玉吉也讲, 日本既有假明之文字, 同时混用汉字,甚不妥当。 假明论或罗马字论, 虽然主张有所差异, 但这些主张在实质上 都是从经济性出发, 希望通过改革文字的表迹问题 以达到言文一致的目的。 换句的话说, 当时关注西方表音文字的人, 认为只要把当时使用的文 用表音文字进行表迹, 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 文字学习的经济性。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 这种想法自然十分天真, 而伴随运动的发展, 人们也的确发现, 无论是使用假明, 还是使用罗马字, 都是表面性的东西, 根本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 因为即便是用表音文字 来书写文章, 由于使用的文体 没有任何改变, 那结果呢, 便是如果对汉字的复合词 没有理解能力的话, 文章的内容依旧苦涩难懂。 当然,文字学习的经济性 也就没有办法实现, 因此文体改革可以说 已经不可避免, 那于是言文一致运动 就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文体改革阶段。 从当时的文体状况来看, 汉文直译体, 侯文以及和文等混杂在一起, 并没有一个标准的文体, 也就是说, 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文。 因此, 创造一个统一的文体, 就成了当时 言文一致运动的首要任务。 当然, 这种文体 不仅要适合官僚 以及知识分子, 还必须照顾到 一般民众和年轻一代。 在这一要求下, 当时的启蒙知识分子发现, 在欧洲和美国, 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 和文章所使用的语言 基本上没有什么距离, 因此, 把说话的语言 直接变成文章, 变成了 言文一致运动的主要原则。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 俗语, 也就是日常绘画 所使用的语言的价值 开始被认识。 但是这样一来呢, 也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是当时日本的俗语 比较粗野, 不够文雅。 第二呢, 是地域性差异很大。 也就是说, 当时的日本 也不存在着一个统一的言。 既没有一个统一的文, 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言, 那么言文一致运动本身 便失去了基本前提, 根本没有办法成立。 虽然明治时期的 言文一致运动 注定无法取得成功, 但没有统一的言和文 将会极大的影响国家运行。 这一问题呢, 必须加以解决。 于是自然便到了 制定国语阶段, 也就是第四个阶段。 虽然没有标准共同语言 导致言文一致运动受到挫折, 但与产生于民间的 言文一致不同, 国语的制定是从国家层面 展开的。 它创造了在日本任何地方 都可以流通的 君治的言, 这就为言文一致提供了 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这也就是说, 国语的制定虽然是 言文一致运动的第四个阶段, 但这与言文一致运动 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从二者的关系来看呢, 并不是言文一致运动 促进了国语的形成, 恰恰相反, 是国语的制定 使言文一致运动得以延续。 国语的制定以及推广 是以政府为中心, 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进行的。 国语是为国家支配而 设置的政治装饰, 它是语言和国家意识 相结合的产物。 这就像社会语言学家 李延书所指出的那样, 所谓的国语并非是 从一开始就存在的, 它是在为求得适合 近代国家语言规范的意志下 而创出的价值对象。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近代国家 需要一种规范的语言, 于是在这样一个国家意识下, 国语就被创造出来了, 而且得到普及。 1900年开始, 一些推进国语的具体措施 开始实施, 例如受日本文部省委托 成立国语调查会, 在初等教育中设置国语科, 编转教科书时流域口语表现等等。 而这一系列行为的背景, 则是中日甲午战争后, 日本国内高昂的国家意识。 明治时期言文运动的最核心目的, 是要建立一种能够在全体 日本国民中流通的标准文体。 建立这种标准文体的基本原则, 是注重文字学习的经济性。 而在这一过程中, 之所以注重俗语, 是因为要使说话时所使用的语言, 原封不动地变成文章语。 那么日本的这一言文一致运动, 与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言文一致实验, 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我们下一个小节将继续谈这个问题。